大家好,我是那個光頭 然後大家還記得剛剛一個小男孩的故事嗎? 想幫我幫你 那現在繼續接著說 就是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然後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故事要從七個月前說起 就是七個月前那個月黑風剛剛晚上 然後我朋友他就打電話過來 他說 欸光頭啊 你有沒有興趣 來寫七話 我們來比個賽 然後說 喔 好啊 我想說大學沒事 那就比個賽好了 然後那時候 我就過去把他寫七話 因為 因為我是 我是七話的人 我也不是七話人 好隨便 然後那時候我就寫了七話 然後那時候我寫了七話 我覺得 我並非在寫一個 創業七話書的七話 而我想在寫人生的七話 因為 當我在寫七話書的月景的時候 我就想到一件事 我們願景是這樣的 呃 我們希望藉由聚餐來讓世界更快 然後我就問了我自己 我相信這件事 如果我不相信的話 那我為什麼還要繼續寫 這個七話書是不是垃圾 這個問題我問了我很久 在七個月後的現在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希望就是 我相信 這個世界會因為聚餐而更快樂 所以我覺得寫那份七話書 不想在寫七話書 我在找我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的願景在哪裡 然後 寫完七話書之後 我們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呢 我們在過程中 我們遇到一些貴人 一個貴人他跟我說 誒 你們幹嘛寫七話出來 那是白癡嗎 你們既然有想法 你們寫七話說目的大事 你們要錢嗎 你們要錢的話 你們直接去外面就好嗎 為什麼你要在學校評算 為什麼你要給那些評審評分 你們要評分的人 應該是社會那些企業 覺得你們有沒有價值 這是我們為大家的第一個發展 然後第二個是 剛發生這件事之後 我跟我朋友他去寫app 然後我去學設計 然後這時候有一個工程師大高 他就過來跟我說 誒 我覺得你們兩個方向好像錯了 他說只要能用錢解決的事情 其實都是好解決的事情 你們的價值真的在寫app 在學設計嗎 你們可以比得過 學四年的人嗎 所以 我們又被打了一個巴掌 所以我們就把app丟在一邊 之後 之後 我們又開始很高我們的計畫 然後這時候我們 遇到一個在台南創業很久的人 他是 他做的是食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一張卡片 然後就是 可以在台南或者地方吃飽 然後他就跟我說 誒 那時候我們創業的時候 真的很失憶 然後說 你知道嗎 在最後一年 我們燒掉了兩百萬 然後我就想說 哇靠 那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辦家家酒嗎 我們連第一筆金都還沒有能到 我們到底在幹嘛 好 等一下 你和你說 好 然後 後來遇到了一個朋友 他就說 光頭啊 我聽你講了這麼久想吧 為什麼你要打嘴炮呢 他說為什麼你不直接去做 為什麼你要逃入你的願景 逃入你的 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不直接投下去做 最後 我們做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遇到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他坐在台下 他說 光頭啊 為什麼我們做事這麼不靠譜 為什麼我們多計畫一點 嗯 跟大家講完這五個貴人之後 我希望台下各位 等一下會成為第六個貴人 沒有 好 然後昨天 昨天因為我在創業台剛 就是 呃 就是也有分享我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大哥 就對我們有興趣 然後他就跟我們聊天 然後他跟我講了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 他說其實你們現在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 你們每天的期待本身就是一種幫忙 就是你每天醒來可能 呃 你發了一篇文章 然後你會看到 一直按讚的人數越來越多 然後你期待的那個過程 其實已經就是一種報仇了 然後你拍了一部影片 可能有人跟你說 哦 你拍的很棒 那其實這就是一種報仇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嗯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我很開心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 這就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 就是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讓你知道你的朋友現在肚子餓了 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的 相信的就是 Eat together, be happier 可以幫我按下影片嗎 可以幫我按下影片嗎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介紹影片 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通前通前 我的女孩叫過嗎 她有一個 兩個 三個 總共六個常用 有些沒有跟嗎 有些人先 哪裡這時候 我坐著 哦 這個便不可以面子好用 她因為朋友在忙 遭到 取決 麻痺 這時候 其實 不知道 這個 眼淚還是 它面子 也不 其實可以 幫助 你 現在不要拿 手指 一下子 去 打開之後 你們發現 可能 我們都在裡面整個人的成績 就是要出入你想要一起吃飯的活動 完成後 MAGIC 他做了一件事的 漫妻的活動 不餓的人 不餓的人會顯示橘色 不餓的人會顯示白色 當然也可以讓朋友知道你不餓的活動 這次就可以找到對的人出發 其實不夠花瘦 好 試試看吧 七個月後現在我在這邊 我想問大家說 大家如果喜歡這idea可以舉下手嗎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這app做出來 你們會使用嗎 會使用的可以舉下手嗎 唉唷 真的很溫馨耶 然後在這裡 然後還有在一起大家多幫忙一件事情 就是等一下如果看了這個影片 或看到我們這idea 有任何的意見可以馬上跟我講 我們需要去當第六個打我們臉的人 因為這樣會幫助我們更好 好 然後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有興趣加入我們嗎 好 我們現在缺三種人 第一種是iOS的工程師 他寫 他寫 Apple的app 然後第二個是Android的工程師 他寫 另外一個 手機app 第三個行銷人 他不用寫app 他要幫忙是 就是行銷 然後我想要說 唉 沒有了 街區變成小男孩的故事 他知道他現在要做什麼 而且他很開心 對 就是這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